说到这个体坛方面呢又出现小神童了 而且神乎奇迹好厉害啊 在美国呢这一名台湾小小高尔夫球神童 他才七岁大 结果就已经拿下了美国高尔夫球七岁组的冠军 连续两年都保持在前十排名 创下了儿童高尔夫比赛最好的成绩 虽然年纪很小 但是这一名周小弟弟这季也很高 很希望呢像偶像老虎舞姿 当然是希望呢像他这个球技 不要像他这个绯闻风暴 也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球员 靠着一记漂亮的二十五尺长推杆 钟小弟拿下美国儿童高尔夫球 七岁组西区冠军 2009年美国高尔夫球 英国高尔夫球游戏冠冠军 有三回合的内容 34、32、33 从高尔夫球游戏冠军 Ethan Chung 成熟的发表感言 七岁的钟小弟 其实从四岁起就跟着爸爸学打高尔夫球 小小人走路还摇摇晃晃 不太会背球带 但一拿起球杆超有架势 也打出人生兴趣 才六岁就上场比赛 有一次参加乔治亚州公开去赛 一路苦战小小年纪的他不放弃 因为有一些动蛮难的 因为有一些动你要跨水 然后前面有那个沙坑 因为我那时候在六岁 然后我在看七岁的颁奖 然后就是在我发球之前 然后我很想要拿一个奖杯 虽然最后拿到第二名 钟小弟知名度大开 连续两年在儿童世界冠军赛 保持前十排名 成为台湾之光 还登上美国世界日报专访 矽谷最大平面报纸 也对他赞誉有加 钟小弟也很喜欢在自己部落格 分享打球技巧 最欣赏的球员是哪一个 他什么很那种精彩的那种 常推杆都会进 央和自己的偶像看齐 当一名优秀的高尔夫球员 远在洛杉矶的钟小弟 勇往直前更是台湾的明日之星 总听新闻 李友诚留家伟人一方 台北报道